第十八樓CP座 立即要開始我們18樓CP座 今天的嘉賓有我的舊戰友 謝謝 梁禮服務深水埗 拍檔陳友昌 今天我們的話題 有一張空椅 茶餐廳當然有空椅 天天滿座不行 等他來 會加入討論 我們就想講講劏房 梁禮在深水埗區內的私隱留月 服務很多年 對這個劏房的歷史 陳恩姐可不可以和我們簡單講一下 劏房近十幾年前 當年應該開始有出現 當年記得還有木屋區 有天台屋 有曬節區 龍屋 龍屋 那時候有這樣的房屋 就是安置一些我們所講的 新來港人士 因為他未夠資格上樓 於是乎會出現 上樓的意思就是申請公屋 沒錯 沒錯 那個年代有這些洗節區 臨屋 讓他們去頂自當 好了 政府最新的 前十年八年都有一個政策 就說市區不要臨屋 亦都不要一些洗節區 於是乎市場的需要 社會的需要 都依然是有一群這樣的人 即是市區的主屋需要 沒錯 還有那些劏房 就比之前的什麼 你説那些龍屋 那些質素是好一點 是吧 他們一直發展 他們開始 即是有些獨立的廁所 是 變成一些比較單身人士 他們住得舒服一點 一些單身人士 或者一些家庭都有 家庭就是 一家大小 可能五六個 吃五個 像你說的歷史 沒有了林屋 沒有了寒意區 那時候 先是那些龍屋 我記得我和你好像去 到處去探訪 去拜訪他們 龍屋 亦都是另外一個市場 就是比一些單身人士 會比較多些 單身人士就是 尤其是男性 那些就比較多 那時候 尤其是深水埗區 有些舊的社區 就有一些我們所說的 男嶺 即是他們 可能在香港 就組織不到家庭 或者經濟上 各方面的困難 那時候 很流行 取大陸內地的生娘 年紀又很大 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 找那個太太 可能是二十多歲 都有這些情況出現 其實當時的龍屋 那個社會需求 我自己看回頭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好過他們睡街 混天橋底 混天橋底的財產 於是那些 唐樓好 舊樓好 那些業主 就知識有這個市場 有這個市場的時候 不如做些簡單的居所 被一些逐些說 叫麻痹佬 或是 揹著包袱 去睡 雖然各個環境 當然會很惡劣 是 龍屋 我和你都上去探過他們 那些有兩個形式 一個就是樓架床 很多樓架床 有上隔和下隔 只是租一個床位 一間800呎 可能是自三四十人 這是第一 第二種我們所說的龍屋 就是一些板隔房 即是用一些木 用木去隔 真的叫做板隔房 我們二字蠶片看的72房 就是那庭板隔房 那些現在在市場上 就逐漸淘汰了 為什麼呢 一來一一 不幸運有火起來 那些木一燒就很大件事 於是近十年八年 就出現了用瓶頭去砌 他應該真是大火 我記得有個龍屋大火 於是 所以政府才得起心肝 永遠都要有第一滴血 沒有第一滴血 政府怎會做事 那時候龍屋 因為他個人財產 就不同的家庭都打得長 前面有很多鐵絲網 封圍著他自己 正當時找個鎖 鎖一個龍 於是我記得有些大火 於是死了不行 太殘忍 沒有人到 要些人 甚至乎如果將來時 老婆仔來到的時候 三個人都在一個龍 什麼警方都出現 於是有個床位預鎖條例 於是乎出現於順寧道 深水埗第一間單身人士宿舍 就在順寧道街市 政府建設的 基本上就完成了歷史責任 由龍屋那裏 現在人們做生意很聰明 於是乎就劏房了 劏房的意思就是 一間房間間隔開 廚房又是浴室又在裏面 睡房又在裏面 吃飯做功課 所有日常的生活 都是在那間房間裏 即是獨立套房 他醒的意思 即是有這樣的法律政策 於是業主要對應 因為床位預鎖條例 規定12張床要拿牌 你現在拿牌就大件事 沒錯 很多事都要跟進 風火上限 你不必要規定 所以我最近想 因為這個題目 香港很少床位而鎖 正式地要拿牌 現在沒有 有 深水埗多 竟然只有一兩個 因為其他就變種 剛才梁麗所說 變種 變成劏房 究竟劏房有沒有條例規定 劏房嚴格來說到現在這一刻 沒有地 對現在這一刻 暫時沒有地 沒有地 這樣怎樣去 怎樣去 即是 等於你自己的單位 為何又出現 這個劏房的事件 大佬就是因為 很多單身人士 或者一些 現在的男女朋友 你租不起樓 現在劏房 很早期 我知道有千多元 搞到現在四五千元 一個劏房 這個小人出現 為何大家關注 因為出現問題 火燭 對 因為裡面的防火條例 走火通道 還有 他不是用板間房 但是有部份的事情 真的不是防火 他都有很多雜物 不是防火的 其實這件事挺危險 因為火燭 有些人傷亡 於是 唉 趕快政府 或者社會人士 我們政黨人士 關心政治人士 希望政府在這方面 做點力 你看看 真的沒有法例 真的好 但 強行 未來會有 做 不是 強行要做是做到的 第一 就是 請牌屋宇廁 找警察 破門入屋 基本上 法例上 是賦予了 屋宇廁有這個權力 不過 他很少去行使 就是這樣 我逐樣問你 兩位你又裝修 譬如他改動那些水喉 來水喉 去水喉 污水喉 要不需要找水務處 渠務處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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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說劏房最大問題 因為真的 是有些劏房 真的建了地台面 那些問題 所以導致 不需要 直至這一刻 是不需要的 這樣說 我們 現在要 現在不是不用 因為那個小型工程牌 小型工程牌 可以註冊 就是要你做一些 要人有牌 不需要通知 要你去上報 你所有的工程 要你報回公務局 是這樣的 到現在這一刻 小型工程牌 都是 都在學習 都在學習 都在未立入 今年是放寬 都未立入去 明年就正式 林鄭局長 說會在 未來的立法年度 會將他 納入小型工程牌 在那邊的劏房 其實這件事 記得我們 十年八年前 去立法會的時候 每年 區議會都去立法會 交流 交流 有些甚麼意思 有些甚麼要說 一定是說 那個年代 我們都已經提出 要規拱 要有一個持牌的人士 去做 他的物料 即間套房的物料 是要用一些輕便的物料 要入職 入職就是防火 第一防火 第二就是走火 要有一個規定 以及留意的loading 即負荷 要計算 加上 將來 要發牌的人士 有些甚麼事 要他背飛 一系列的東西 記得十年八年前 你說 很容易做 為何政府不做 政府就是 是否又是 具不夠人手 不是 其實 你都明白 小型工程牌 基本上 就是我剛才說的 為何他不做 為何他不做 當時 有一些答案 回到立法會的時候 我們上文件 去立法會 立法會 都會回覆地區議會 有些人說 業界是反對 業界反對 當然記得你一定反對 這麼多的申請 太多製造 當然是人都反對 不是 現在他說 小型工程 他說 連整個冷氣機架 都要上報 其實這件事 挺有問題 都要的 你不記得 兩年前那些冷氣機 不斷逐個逐個跌下來 槍都逐個逐個跌下來 是呀 你又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件事 要上報了 便不會跌 跌了便是誰背飛 他就是要找個人認可 但這件事 如果有些事 日積月累 不會一輩子都不賣 這是業主的問題 香港第一 是很古怪的 意思是 有人 因為他拿牌 是不容易的 當然 如果他拿了牌 他應投了 有甚麼事 持牌人便很害怕政府部門 阿sir發了牌給你 你不要跌那麼厲害 於是如果有人去應投 他便會著重 會小心一點 跟進好一點 更不同 現在跌那麼厲害 剛才說回劏房 就是因為一些沒有專業的人士 第一 沒有專業的人士 那些專業人士 經過政府的考牌制度 即是你Pass了 於是你如果要間套房 可以 你將圖籍的東西 帶過來給屋如廁 屋如廁 批了你 你這間房那麼大 你那個門口是怎樣擺 你用甚麼物料 你打算怎樣做 兼請你入張房給屋如廁 屋如廁批了你 屋如廁有一個紀錄在裡面 如果將來有漏水 走火 或者等等一系列的東西 不對的時候 公預算就會有得跟 有線索有得跟 於是這樣就叫做 大家都安穿 住在那裏的人是安穿 鋼套房的人是安穿 政府又沒有更多事情做 沒有問題出現 因為我這期記得 你那時經常說 就是因為劏房問題 水喉亂噴 於是導致樓下漏水 沒錯 即使那些人有時間 都去到媽媽夫婦去做事 沒有人監管 於是導致漏水 左上面又投訴下面 下面又投訴上面 搞得麻煩多多 但要找水的型頭 都不是那麼容易 很難 一定說不是上面 不是我 你證明是我 你證明是我 是的 你用色粉試試 你用甚麼紅外線照 即是搞到 折瓦有時上庭 你知道蔡義略 那單 全屋宇次次長 是 出鏡了 搞到足足八年 你想想 一個高官屋宇次次長 自己家裏漏水 都搞到這樣 都叫你證明是我 是的 因為他太熟識法 不算是用自己少少蝕底 能夠將整件大事發 少少事發 都不去做一個容忍 鄰舍關係搞好些 都給出一個案例 我們小市民 你不得學廚長 爭取自己的權益 導體直到法庭去報 是的 你小市民未必能夠 好像可以拖到這麼多年 是的 那個父子都很慘 講回劏房 既然你覺得有這樣的條例 業界雖然不反應 但是會不會用家會很慘 經常我們在這個問題 看回用家 例如一路下來 那些人都繼續在這裏 擔心男士都繼續在這裏 很多人 我最近看回新聞報道 有些知識分子都是讀完書 因為上班方便 沒理由住在天水圍 回去中環 例如由尖望找回劏房 然後上班快點省回 起碼省回 我相信一個小時 市場仍然很大 單身人士的住所問題 除了單身人士的住所 其實有些是結婚 小家庭 新來港 或者是去到 因為地產霸權 樓價太高的時候 那些人真的 叫做兩頭不到岸 什麼叫兩頭不到岸 他又 申請公屋 那個資格 就是那個入息 又 剛剛過了 剛剛過了 但又沒有 居屋 又沒有得給他 沒有得申請 外面的私人市場 難怪到離世譜 於是 那個劏房市場 熱力熱彈 熱力熱彈 就是 原本我們所說的 單身人士 這些新來港人士 現在有一群 基本上 就是我們老香港 一些小家庭 都迫自無奈 要自劏房 就是社會的悲安 那你如果再規限 規限就是成本加高 成本加高的時候 於是那個業主 便會加租 或者 供應便少了 那群劏房人士 於是便有些 會篩出去 是的 於是我們另外兩條腿走路 一路我們在議會都窗 是 公屋 尤其是近四五年 曾蔭權上台 之後 原本是 目標是三萬人每年 現在只有萬五的公屋 公屋輪候上 還有十幾萬 正在排隊 於是公屋那條隊 他將人 減少了 於是 即是 又是 將那些人 又迫上去 劏房 是 而如果 公屋 建得好 建得快 建得多些 那便 就支援了那條隊 那市場上 便不會 迫得那麼 那麼慘 是 即是 即是 加大公屋量 或者是 復建居屋 也是另一個 支援到 那個房屋市場 那個緊張的需求 是 可惜 復建居屋 初時市場人 很厚硬 說不肯製 現在 有消息傳 說可以有得想 然後 看他何時說 復建居屋 但說得來都很長時間 七年 他自己說 是 即是 這個局長 鄭義華局長 真是 他真是 要向市民解釋一下 為何私人留意 可以建三四年便可以 搞定 為何建居屋 要七年 是 為何要將 因為很多事情 要考慮 起塘電梯 都要十年 不適合數 在岸村 不過 我問問 你們叫業界 有春 我都很熟悉 維修 裝修 設計等等 其實 你們會不會 接這些工程去做 還是怎樣 當然會 有生意 誰不會做 但問題是 因為現在政府一直沒有規限 任何關於劏房 所以有時候 裡面有些東西 通常 老實說 業主當然是想省 但又想做到他的想法出來 很多時候 你真的好像物料 真的說 喂 你現在 你現在用防火的東西 盡量 防火的東西就貴了 沒錯 有幾個小時 那些 變成你要想縮數了 會不會有消防的走道 會不會計算那些 不如在房間裡 一個赤數 那你要想 有很多事情 那你真的幫不幫他想 還是站在業主的角度 老實說 我們在這一行 就一定要幫他想 告訴他 但他接不接受呢 就是 就是給錢的說事 但如果政府有條例給你 你可以有條例解釋給他聽 他們不接受 他們的問題 那就不同 那將來要拆 業主的角度 就盡量為著銀包著想 但一般社會壓力 就會給劏房的業主 一個很大的壓力 但是劏房的租客 實在有很大的需求 下一集我們找來一個 青少年朋友 看看他對劏房的問題 有甚麼研究 或者有甚麼深信 和大家發表 有甚麼動作 我可以做的 有什麼動作 會有什麼動作 可以做的嗎 很簡單